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唐善书 因果并向西论与印证 主诸先佛为观世音菩萨 南海观音大事将 第三篇 恼死因果立正 圣世 无奉旨在著因果书之续篇 既值目前世道交离 人心不古 恶障充斥 以至不善之气凝结侵袭 眼成人身叠受疑难杂症所牵缠 因果并向语焉明显 而迅速遍及于处处已 是以因果书乃真词而住 欲以解开世人苦劫 导引正信而开迷入物也 功领菩萨一席话 弟子感触良多 依稀记得弟子以前接办圣门道物之际 嫌少友谊难怪症 大出一理范畴之病 因而自开办拱横道物之后 或许主席观恩师临危显赫 每每接办到很多医学上诊 查不出病因的怪症 该是因果成就的讨报现象 既得观恩主受禅荣登第十八代玉皇之后 天律明定更改县世报 因而讨报加速 才有这个现象 因果并也是以无形干扰力 人身是小周天 五行生息有其定序 而无形立即是破坏五行定序 人身因而产生病痛不适 弟子请教菩萨 目前存在好几个植物人 可否恭请菩萨开示前因后果 可以大抵而言植物人属脑死 脑在五行属主体中央物及土 乃五行中土受侵损所致 而先天之成因又是关键于业力 换句话说 造了一个特定的业债 在适当时机中 这个业力产生干扰而损伤受暴 造成植物人的后果 然则 弟子在请教 有些植物人是因为车祸而受伤 产生脑死现象 这又如何印证菩萨的理论呢 你没了解无是财之解析 比如说 某甲前世为道 专罚人祖坟盗保 造成很大罪业 这一世了结 平定功过后 不论千百年再次为人 这条罪账若无消除 地府石殿在其转世时 仍著名了受暴之音 当某甲再次为人时 他的恶因随着他再次为人 逐日成熟 当其运入恶败时 恰好这个恶因成熟 于是立即干扰 而某甲受暴当时 不论他睡觉 走路 行车等等 均无一定限制 即是说恶因成熟 而受暴者正入恶败之运 那么他睡觉时 也可能成脑死症 然也 但夜之讨暴大都有夜饮 何谓夜饮 就如药饮一般辅助本体 产生最大力量 比如说 他成熟讨暴时 受暴人入恶败 那么再加上外力 比如说 开车时喝醉酒 跟人相处时 闹得不欢而散 终至大打出手 甚至衣物等等 均其夜饮 弟子明白了 那就是找出最适当的时机 加上最有力的角度 造成这种病相的假象动作 也就是说 借某一种行为来完成这个讨报程序 是的 那请教菩萨这能解吗 大致上以为讨报时好解 出讨报时可解 以讨报时难解 也就是说 在平常时这个罪障好解 平速修功德 见修见解 但下来怎么解释 就要请菩萨开示了 所谓出讨报 一级在刚发生事故昏迷状态中立即求解才可以 等到确定脑死时在求解成功率已低 因为业力已完成讨报 回名角指 很难再做圆满解决了 这个情形关键就在业力 但业因是什么 能否请菩萨开示 业因归类于商土 比如卖国贼 盗坟贼 或与此相关者 须当心受此恶报 感谢菩萨开示 弟子受教 那么今夜著书就此停笔 无悔 神愿 祢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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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